2014金馬國際影展開跑 長達三星期的電影饗宴 網絡兩百多部各國強片 這個能比真正的美極光 還有美 電影《極光之愛》改編已故 舞台巨大師李國修的作品 呈現兩個世代動人的初戀故事 為影展揭開序幕 可一思計 我在意思聽 去年奪下金馬獎五項大獎的電影 《一代宗師》 則獲選為閉幕片 導演王家衛帶來全球唯一 35厘米的北美拷貝版本 重現膠卷片的迷人風采 今年金馬獎共有38部 中港台影片入圍 大陸電影橫掃過半 卻無緣在台上映 金馬影展搜起手印 讓影迷一次全看到 另外入圍的國片 包括探討緬甸小人物碑歌的《冰毒》 描述事業中年女子生活的回光奏鳴曲 在台灣上映檔期不長 演員吳中天首次指導的短片《43階》 在國際影展好評不斷 都藉著影展平台 讓更多觀眾欣賞好的作品 影展也聚焦紀錄片 比電影劇情還精彩的傳奇人生單元 在影迷一窺名人盡頭後的人生故事 包括90年代竄紅的 英國搖滾天團《國江樂團》 《冰島歌後碧玉》 以及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 都在金馬影展獨家現映 等屆金馬影展開出華麗片單 掀起搶購熱潮 像是本屆砍成影后 朱利安摩爾主演的電影《寂寞心圖》 道出哈萊塢明星風光背後的驚悚陰暗面 電影《巴黎聖羅蘭》 揭開法國時尚設計師聖羅蘭 目為人知的情慾世界 還有描述英國知名天文物理學家 史蒂芬霍金 對抗劍動人病症的愛德萬物論 飄一開賣秒殺一空 不過沒搶到票的影迷還有機會 這些話題芯片在影展後 也會正式上映 中央社綜合報導 他愛我